现在离奥运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最后的冲刺训练主要抓三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胖 一个有梦想的跳水运动员 那我现在在阿德莱德的游泳跳水训练中心 在这继续备战下个月的东京奥运会 上周呢刚从奥运会的选拔赛归来 首先是顺利的拿到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那赛后呢在那边就做了一系列采访 包括参加了奥运阵容的新闻发布会 也算是忙得不亦乐乎吧 那现在在阿德训内的运动员呢就很少了 基本上就是准备奥运会的 或者一些小朋友 其他的人员呢 因为比较奥运会选拔赛之后呢 都已经放在家休息了 所以觉得哪行都一样吧 那你工作顺了 陪家人的时间就少了 那你陪家人的时间多了 可能工作就没那么顺 真的是非常难的去平衡吧 现在离奥运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最后的冲刺训练主要抓三点 一是系统训练 二是调整心态 三是防伤防病 首先系统训练很好理解 就是做好每天该做的事情 细水长流 不要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状态不好时可以少练 只要不停下来 就是再往目标的方向走 其次调整心态很重要 其实良好的心态 对任何事情都重要 不过这个展现出来太抽象了 怎样才算是调整好呢 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觉得就是把每天的工作完成好 其余的时间少去琢磨那些事情 多跟朋友吃吃饭 喝喝酒 聊聊天 快乐度过就行 大家觉得呢 最后是防伤防病 这应该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的训练再系统 技术雕琢磨的再细致 心态好到爆 只要一次受伤 也可能是致命的打击 况且 作为一名老运动员 身上的伤本来就多 就得更加小心 降低非战斗性减人的风险 保护好自己 直到顺利的完成比赛 家人们 你们在准备重要事情时 都会做些什么工作呢 你们觉得 我想的这三点 能帮助我在奥运会上 取得好成绩吗 欢迎分享你的观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小胖 你现在有梦想的 拜拜